欢迎来到风行客汤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节课 也是应大家的要求 就是新股民刚入市 先用什么模式 是短线呢 还是波段呀 还是中长线 这个问题啊 很多人可能没搞清楚 那么如果是新股民 刚入市很多人啊 会用什么方法操作 有人说短线 来钱来得快 短线说是银 有人告诉你长线 可以五股待长 不用天天看 拿住像茅台这样的股票 也能翻倍 长线它是金 有人说波段也不错 高抛低期 波段是钻石 那么那到底 你到底应该用什么方法 来应对 这个你你所面对的这个市场 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老是做不好 到现在也亏碎 偶尔的正在钱都是小的 一亏就大的 那么今天这节课 我就告诉你 如果你是新股民 你到底应该一入市 正确的模式 是什么 首先我告诉你说 如果你是新股民 你一入市 应该 首先学习的 记住我说的是学习 是短线 首先你为什么要短线 至高至低 至买至买 能控制好风险 把握好机会 首先你应该把短线学习好 短线是干嘛的 短线就是高低点 买卖点 盘中的高低点 说我这是股票 哎呀 早盘走挺好 是个买点 或者我已经有拿着 说突然走坏了 我还跌了 我得抛 你首先你得知道 这个应对 懂了吧 而不是一味的死扛 说我这跌了 我得扛 所以说应该学会一个 基本的应对 这是你必修的课程 比如说我这是 短线难学 你如果不会 你先别来超股 是吧 我们那么孙子兵法约 事故胜兵 你记住 先胜而后求战 那个败兵 是先战而后求胜 啥意思 就一支经常打胜仗的部队 总是先制造胜利的条件 有了取胜的把握 能战胜敌人了 才去和敌人对决 而一支经常打败仗的部队 往往是事先不做任何的准备 没有任何的部署 先和敌人打了再说 就寻求的是一个侥幸 取胜 虽然现在很多人在股市当中 你的盈利 对吧 你想想 是不是都是在侥幸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买卖点 涨了 跌了 天天只在问 是 现在搞直播的平台很多 看看 加仓吗 补仓吗 你这就不行了 来不及的 所以说现在很多股民都是败兵先战胜后群生 什么意思 所有的操作都是不负责任的 买上再说 对不对 大家说都有这种感觉 如果你要是有这种感觉 你先别炒股 先把这搞清楚 因为毕竟我们是真金白银 你真急不住 拿个小四季 别伤心动股 是吧 你如果家庭没弄多钱拿几千块 如果你资金大点 拿个几万块 对吧 或者找一个模拟账户 试验试验 先看成功率 真不行 先写纸上 说这股票 一号这个票真不错 什么什么股份 我今天看好 原因是什么 你先试试成功率 你别等亏着大钱了 你别听别人呼吁 哎呀市场你看我挣钱了 三个都有这个毛病 你记住新股民啊 只要真正高手 从来他不提他做什么股票 他可以和你交流 他都 他不会告诉你 今天要应该怎么怎么做 是吧 我做的是什么 他都差不多才告诉你 懂不懂 他也不显摸他的股票 知道吗 就那个新股民喜欢 哎呀你看这个票 涨了 你看你 你炒股吗你 你刚才你说我不炒股 对不对 所以说 就说 就说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市场当中啊 首先 把这些分时 分钟 这些成交量 包括大盘的节奏 板块总把握 你看有的人 什么叫热点都不知道 什么叫买卖点 他都没搞清楚 你来炒股 你亏着损还愿市场 是你自己没搞清楚好不好 就搞清楚的 他都有一定的 记住股票方法 是一个成功率 70%以上 70%以上 都称之为高手 因为他他们的成功率 就特别高 知道了吧 先学习 有一定成功率 你再干 先别干了再说 等你亏损了 有的人都亏了 裤衩都没了 还想翻本 你都不知道买卖点 你翻什么本 会越做越亏 那么打个比喻 我给你举案例 我给你举案例 就说 咱们就先 我给你先举例子 说这只股票 那么就说这只股票 今天跌停了 那么你看 他有没有机会让你抛 我们先看日线级别 是连续拉升 今天他们走得好 高一股票注意 你看今天 他那么从分时净价来讲 对吧 对吧 你看 低净价高走不错 但是破了这个低点 也就是说你在多少钱 你就在这个12块8毛一带 你应该 对吧 应该就把它出去 就13块左右 他跌停是11块9毛 也就是说你能 你只损位 应该在三个点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这股票弱了 来我们看一下他的分时图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里跌破的时候 低开 对吧 低走 看到吗 低走了 那么对吧 是吧 小幅高开低走 只能这么说 你看 你最起码你的手快 你等指着问 你说这种快我问吗 等你问 他跌停了 你就高手 你就高手和你差就差在这里 那这个在我们的专栏课里的分时 净价13式里都有 对吧 那么你看 低净价高走 过高点 然后看到吗 破第一点 这就是出的 价破现破 然后你再看两日 对吧 你看 不过昨日均价跌破相提 也说你的出应该就在这里出 他就跌一个多点的时候 也就是说 手快的能出在13 左右 对吧 一看跌破 一抽 赶紧跑 你最后跌停 是多少钱 是11块 就12块钱吧 你最少 你手快能少亏7个点 知道了吧 所以说你问是来不及的 这就为什么一开盘 我经常说 有什么 看什么 你账户上有什么股票 看什么股票 你先盯你的股票 有没有危险 这是非常关键的 对不对 那么你看像这些股票 对不对 一看低 低开 是吧 如果能冲上来 没问题 冲不上来 只要破昨日低点 那就得抛 对吧 那么为什么呢 你看 竞价都告诉你了 低走一般溜 对不对 你看 他如果想走 墙必须是这样走 哎 干上来 这可以 干不上来 那就是跌的 那我今天弱了 赶紧跑 马上做出应对 你说 你要连这个都看不清楚 先别超过 毕竟我们的钱不是大风挂来的 好了 那么本节课程啊 给大家就着重讲了讲 就说 如果你是一个新股民 应该在市场当中 你首先应该去做什么 就是一先练好基本功 就是先把短线高低点搞清楚 就是说这只股票今天是涨的是跌的 你要先搞清楚再来 当你不知道买卖点的时候 先别说我要捂着 就是说你真捂 就是说茅台 这样的股票 我们看一下 看到吗 就是他很多人从几百拿到几千 他也不是一帆风顺 你看 这个当中也有跌 你看最高点900多 最低点 是吧 800 是吧 他也是 你看这里 他也跌了这么多 有的时候一跌也一两年啊 他也不是单边上涨的 对不对 你看上一次这个茅台 对吧 从高点2003 对吧 一直跌到1500 也跌了不少吧 说白了 这么说 所以说股票 好股票拿出来的 虽然说拿出来 但中间他也有差价 中国股市无场线 你不要老说 我得做个 茅台只是一个案例 你要拿那些乐视的 是吧 都退市了 有的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些好公司 他不一定都长 那么还有一些好公司 他也不上市啊 还说什么 你华为 对吧 华为加上老干妈 后边跟着哇哈哈 人都不上市的 对不对 好了 今天的课 给大家就讲到这里 嗓子不好 感谢大家的支持 点赞 留言 转发 我刚才讲的 可能一些老股民知道 但一些新的 我这是个对你帮助会特别大 别瞎搞 等搞亏损了 没人救得了你 股票你记住 炒股票只有自己救自己 谁都就不了解 没有人天天给自己 特别是市场顺息万变 上午好好的下午就有问题了 对吧 股市无股神 大家都是人 好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么右下方点赞 有人说要学专栏 里边有核心技术 这些分食啊 买卖点 我们都有这个 对大家肯定都有一定的帮助 点开风行古海 里边有个专栏就可以了 那这些课程对应格外有帮助 好 感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